大家好,上大哥直播了 我要再一次的讲台湾的大选 今天是他们的投票制 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关系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新加坡 我就算违反他的选拔法,什么法 没问题,他们也不可以干涉到我们 我是想,我在过去这段日子谈台湾选举 我的观察主要还是从台湾的媒体 所以有一些分析,当然也有一些是本地的报导 但是不多,所以我想今天早上 我就能够好好的去分析了 从我们的报章 本来今天早上我应该出门了 因为一些脚不大好 通风,不大能够走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出门了 就乖乖在家里 一直到下午 现在当然是注意他们的整个选举的过程 投票的过程 其实有份参与这一种选举是我 个人是一种很开心的事 当然能够达到我想要的目标 那当然更好了 我还是要尊重了 不可以拉票 没有啦,大家也知道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新加坡人 从我的问卷 我的问卷 有问大家对台湾选举的投票情形 做出一些 我就播出来 不是播出来 我就看 让大家知道一下 糟糕了,这些讲话 有点语无伦次 会不会太亮 感觉是太亮 好 最后的选举 我的选举是 立委 这个是1月11号 两天前的 立委选举 每个人会有两张票 一张投区域立委候选人 一张政党票 另外原住民是一张投三地 或者平地原住民立委候选人 一张政党票 两张票可以投给不同政党 然后呢 2008年开始 立法委员 习市为113席 所以分为34席 不分区的立委 不分区的 73席是区域立委 就是有区域的 6席是原住民立委 所以原住民立委 6席是全国性的 其中一个非常强的 就是那个五党籍的 高精树媒 我不是拉票 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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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名嘛 其他的那种 原住民 我是不大认识的 所以 他们是 一个人代表 整个啦 他们整个全国 就有六张 好像国民党比较强了 如果我没有错 所以 获得57席 表示国会 国办 成为国会的掌权势力 就是掌权了 所以立委里面的龙头老大 就是立法院长 就当然是 当然是这个 那个最多 掌控国会的党 最大党 国会的 立委的 席是最多的那个党 里面的一个人 做立法院长 当然立法院长 从这一次 国民党派出的 不分区的 来看第一名是韩国瑜了 那从 开始他帮忙 补选到最后 我相信 没有人否认 朱立伦也不敢 因为我相信 朱立伦叫韩国瑜出来选的时候 也是给他一个承诺 可能不是他要讨的 但是他会跟他讲 我放你不分区 而且你是第一名 第一名的意思就是 最有资格的 最有战斗力 最有说服力 最有专业 但是韩国瑜的专业就是 打选战 他不是那种学术上的专业 所以选他 他就可以带领 部分群 但是这一次 韩国瑜在整个选举 我现在开始分析 他是表现得不错 到处去 帮 小鸡 他个人是讲 因为四年前他选总统 惨败 但是很多人帮他 所以他要感恩 因为他那次惨败之后 他整个人就 你可以说他 他净夫崩溃了 他其实没有崩溃了 他沉淀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学佛的人 所以他沉淀自己 我蛮欣赏他个人的那种 修养 当年他做立委 他突然之间就 退出了 其中一件事可能是影响他 就是一件车祸 他有一件 一个车祸 造成有人 伤亡 但是他补偿了 但是那件事可能 心里也不安 或者是他在政坛上的一些事情 他灰心了 他那时候就退了 退了相当多了一阵日子 但是你说他沉淀 但是他有一番 事业在打拼 他就跟他的太太李嘉芬 创立了维多利亚双语学校 所以他是一个好学的人 双语 韩国瑜的英语 在台湾的一般人上面 他是OK的 所以韩国瑜本身 他这一次 总统选举完了 他也是沉淀下来 静下来 然后他去做 那个 国瑜来敲门 就是一个慈善的活动 到处跑去见 那些 帮助那些慈善机构 所以我相信他将来在 立法 他肯定是做立法 侯友余未必能够做总统 先讲 但是侯友余也不担心 不能够做总统 可以回去 不能够做总统 可以回去 继续 新北市长吗 如果他败选 如果啦 如果赵山康败选 没问题啦 还是有人要请他的 他虽然说辞掉 TPBS的 他辞掉人家 董事会 等一下看他没有当 没有成为总统 副总统 人家也会请他回嘛 不可以请回的咩 也是可以请回的 所以他们几乎是不担心的 他们的专业还是可以继续发挥 侯友余还可以成为一个市长 也没输了就 四年后再来咯 就这样 如果输啦 如果赢当然 就不一样的身份了咯 如果侯友余赢啊 新北市又要选举了 这个大家要注意 又有选举 不选 台湾就是这样 台湾是一个选举国家 讲真的啦 我这种直播应该在台湾 但是早早一定被人家 敢追杀的 我敢 同年试过了 很怕他们的那些彻异 我那时也不会嘛 我现在男女随便便 人家评论 我不让人家过 从前我不大会的咧 你讲什么我 怎样啊 怎样塞他的嘴巴 现在我set好好了 那我直播的 那个评论 我本身 现场立刻知道 起初也不懂怎么办 一直有那些人来干扰 你记得吗 现在我懂了 我懂怎么做了 就是不让他发言就对了 十年一 不要被人家干扰 我的人又 我的心又很 很玻璃心 这样 人家讲我不好 我心里是 讲真的啦 全世界人都这样的啦 没有人 当面讲你不好 你爽呢 不 我讲到哪里了 我不是讲台湾选举 不过今天星期六 大家轻松一点 那时候 他们 OK 回到来 2008年开始就是 113席 34席 不分区立委 73席 6席 原住民 所以你要获得57席啊 记住 就可以成为 国会的掌权势力 里面的那个 不分区立委 通常排名第一的 像韩国一样 当然会带头啦 但是民众党有一点诡异啊 这边想到什么就讲 民众党是放黄珊珊 她是排不分区的第一 但是黄珊珊的哥哥是一个将军 似乎设计了那个潜水艇的军国案 似乎啦 所以黄珊珊 有人说她可能会 有一点偏绿 其实民众党偏绿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啦 柯文哲都讲了啦 将来如果她做总统谈性啊 她也会选 她可能跟绿的合作更大 那蓝的要不要跟他合作也未必啊 蓝的最多不是等多四年 所以你看蓝的今天会不会大败咯 会不会败到 立委也没有过半 总统也选不到 那就另当别论 所以今晚是很有意思的 不必太迟了 大概五六点就知道 很快的他们 五六点就大概知道情况怎样 你一些一些 一些地方的票出来的时候啊 她不都知道了 新加坡也是 现在新加坡有一种十八千嘛 大概有十八千的选票 唱了之后啊 不是唱 算了之后 新加坡是算 他们是唱 唱票 我们是算票 选举机会公布啊 他们用电脑 收集大家的十八千 就跟你讲了 现在人民行动党 在所有的选区里面 现在人民行动党的 得票率是多少 跟你讲 很准啊 说法啊 十八千告诉你 谁赢就是谁的了 不过老实讲了 新加坡人都懂 人民行动党一定赢的 新加坡人是关心 阿淤泥怎么样啊 后港怎么样啊 接下来还有圣港怎么样啊 然后 西海岸怎么样啊 东海岸怎么样啊 那些比较危险 马林百列怎么样啊 这些选区人家比较 兴趣的嘛 因为觉得咬得很紧 所以他们是很快 所以我我今天这一个影片 我是录制好 那是我大概会在 等他整个准备好 我就播了 我不管 希望你们爱看的人看 我不求收视率 是自己对自己做一个交代 所以我等一下谈话 也是会同一些新加坡的媒体的新闻 里面看到什么 就分析一下好不好 好我自己的那个 最后我要报告嘛 我的问卷 在1月11号那一天 我的问卷 刚才问那些 然后呢 我问网友们 是问新加坡网友啊 请问你认为 这次台湾立委选举 以下哪一项是你认为 国会议席的结果 第一个选择是 不分区立委加上 区域立委民进党 一席过半 就是民进党可以过半 竟然只有18% 真的新加坡网 看衰民进党的国会 国会议员 立委立委 他们叫立委 不分区 加上区域立委 国民党一席过半哦 就是国民党可以自己过半 71% 你看 大家很看好国民党啊 不分区立委加上区域立委 民进党议席不过半 和民众党或其他政党的议席 年和过半7% 不分区立委加上区域立委 国民党不过半 但是就跟民众党或其他政党的议席 年和过半2% 因为你不要忘记还有其他议席的 还有其他议席 这个选举也不只是这三党的立委 还有很多巴拉党 还有很多党呢 我跟你讲 你们真正看那个选举你吓掉 他那个选票哦 有些选区十多个候选人的 很恐怖的 只有一个劲呢 有些选区两个三个 有些选区十多个 十多位 十多位 所以从这个新加坡人对 觉得国民党的立委 是过半的 这就反映了 因为立委选举是反映地方性 地方性主要是反映民生 生活课题 民生问题 这些在过去的四年八年 年绿的区域 立的区都 的人民都 怨声载道 所以这个 过半我反而觉得 很有可能的 但是我的台湾朋友反而说 统统很有可能 赢啊 国民党 这个不一定 我就觉得 为什么呢 我也不明白 不过 我最后分析的消息 我看到我读到的 我觉得高雄跟台南都会有新的立委 本来 你懂高雄 一个立委都没有 一位立委都没有 可能会有两位 我有提了 陈梅雅跟那个 什么名 陈梅雅跟谁 是 我一下子忘记 我有提过了 就是有两位 很有可能 立委会赢 高雄 那台南也有一些可能会胜 有分析了 前面 等一下我们看 我们就知道 看看有没有谈到这方面 这个是第一个问卷 我做的 第二个问卷 同样我每次做 一直做一直做 做到一天前做的 有173 大家比较有兴趣的 总统 因为刚才那个 只有53票 是因为我们的网友 没有吸到去管立委 其实我这次我自己的看法 竟然有名嘴是提出了 但是我没有根据他 他也当然不可能根据我 就是我没有同样的看法 这次的这些立委 区域立委 帮助总统加分很多 通常人家说母鸡带小鸡 总统带立委去打选战 但是国民党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他的母鸡 人家觉得相对有一点弱 其实他不弱 他会做事 但是演讲没有像赵少康 可能也没有像韩国瑜 但是韩国瑜跟赵少康 补他的缺 所以你看这个母鸡不强 反而是小鸡在谁的带领 我说在公鸡的带领 公鸡是谁呢 你可以说赵少康也是公鸡 韩国瑜也是公鸡 这些公鸡的带领 当然还有很强的那些区域立委的候选人 好像何志恩 谢龙介也是很强 他做MC 在群众大会 给我一个总统 给我一个好总统 给我一个立法委员 给我一个前总统 起初搞什么呢 要动算就动算 比如说某某人动算 某某人动算 就是好了 给我一个总统 你懂为什么 他这样讲一下 他有时不告诉你是谁 给我一个市长 人家就想 蒋万安 因为蒋万安没有参选 所以我可以讲 蒋万安 就是给那些群众 有静下来 就不像过去 整天就是动算 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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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一点点 所以我们的主编说 没有新意 错了 我们新加坡的主编 他们没有像我这样 整天看台湾的节目 台湾的选举不一样 我跟很紧 我2019年总统选举 我是在那边 这个时候已经 这个时候是飞回来 醒了 睡醒了 我是 没有我今天飞 这个时候是飞 现在去飞机场 飞回来 十年前 那时候韩国瑜 惨败 好 他们 这个就是battern了 那个battern是很厉害的 给我一个总统 还有一样 他们说 那个 其实是谢龙杰弄出来的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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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学我这样 他们 如果我是他 我是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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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那种情绪 我 我跟你讲 你懂群众大会的魅力 你没有参加你不懂的 我们的网友 我知道有些跑去台湾 有 有 清理其警 所以你懂 为什么新加坡群众大会 执政党能够免就免 因为他们没有人 他们做不起的 他 当自政党没有群众大会的时候 他们不当一回事 其实是他们要小心 因为群众为什么没有来到你的场地来支持你 因为你是自政党吗 但你没有魅力 你应该有魅力 当年你看人民行政党的群众大会 很多人 在野党的也是很多人 不同政 理念的还是很多人 每个政党都很多人 应该是那种 那种像 昨天 三大党都一大堆群众 都有支持者 而且都会到现场来支持你 如果你自政党没有 没有那种现场的群众魅力 你不要以为看电视就可以了 得到自信就可以了 你错了 群众魅力还是 群众的现场的需要很重要 你不可以 所以我真的 告诉现在这边就直接讲 我们的政府千万不要来临的选举 因为现在没有枯萎了 比较安全 很多群都可以举行群众大会了 就应该要恢复了 可能你可以限制在体育场 在哪里 你限制人数那没问题 你保安 要给钱吗 你要出吗 谁出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可以有条例的限制 但是你不应该取消群众大会 真的不应该取消 所以我讲了 如果再取消的话 还没有选举你先四分 我跟你讲 好 这个是题外话了 但是我想到什么 我每次想到什么我讲 所以你看 谢龙介这些都是能够帮助 侯友宜的 所以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是我在这次大选 有名嘴说他也是这样看见 这一次不一样 不是总统候选人带领 小鸡 反正是小鸡 帮助总统候选人 另外一个不一样 我也是提了 这次的副总统候选人 国民党的赵少康 真的跟过去所有的副总统的 被位的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讲 我们的早报 那个主编讲一 讲什么总统选举的 我不想念他的文章 但是他里面讲没有新意 就是因为他没有像我这样 深入的去观察 整个台湾的选举环境改变了 所以下一次的总统选举 四年后 副总统很重要 如果国民党赢 赵少康赢 四年后 民进党也好 什么党都好 他们的副总统 绝对不是像现在 一个什么美国大使 一个 一个是 一位是年轻的时候 喝Johnny Walker的 笑 我跟你讲 卑微总统 你说重要吧 重要啊 如果总统万一明天睡不醒 死掉 卑微总统就变总统了 从小喝Johnny Walker的 就变总统了 他说惨啊 他说台湾真的惨 每天上台说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什么妈妈 我对财经很了解 真的跟你讲很惨 一定很惨 所以你不要说 卑微总统不重要 哎呀不知道 那如果 如果国民党 卑微总统做总统 有问题吗 就比较少问题了 因为赵少康本来就是 政治人物来的 他还做过环保局局长 他都讲了 这一届他本来要参选 他要初选 不过我讲真的 他初选他也不会赢 因为没有人知道 他的魅力是这样 他是做了副总统才有魅力 但是可惜啦 赵少康已经70多岁了 你说辞也不辞啦 因为特兰普 川普跟拜登也是很老 如果侯友谊说 四年后选不好 他下台咯 照照看可以顶 四年 这东西是 如果他做不好 副总统就很难 要换人了 还有年轻的嘛 现在不要讲这些 也不懂谁当选 好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的看 OK 讲到那个选举 总统的 柯文哲跟吴 欣盈 只有17% 赖金德跟萧美琴 12% 我们的新加坡选民啊 不是选民 新加坡的网友 一窝蜂的选 侯友谊跟赵少康 71% 希望 不要说希望 看是不是我们的网友 猜得对啦 一共有173票 不错啦 我觉得我的直播世界 有跟大家讲有一种互动 也好嘛 其实没有无伤大雅的嘛 我们都没有选 我们没有左右权 我们没有办法影响 现在不可能有一个台湾人 看张大哥直播世界 然后说 张大哥讲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投票的对象 投选的对象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 我们没有这么伟大 没有这种能力 也没有这种影响力 好我们看看 我们的 报章啊 选讲的东西了 我就用 八频道的一个新闻了 今天的新闻 这个是听新闻的 应该可以播是吧 有的播的吗 我看 我不必讲 我不必讲 一号 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 和副手赵少康 以及第三势力民众党的候选人 二号 和副手吴欣赢 各政党候选人都在昨晚的选举前夕 举行大情造势活动 以争取选票 其中 在板桥第二运动场出席民进党造势活动 为候选人 赖清德和副手萧美琴拉票的 包括现任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陈建仁和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另外 在板桥体育场出席造势活动 为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 和副手赵少康助选的 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前立法院长王敬平 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 主办方指现场出席人数超过 没有讲韩国瑜很过分 22万人 民众党则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 举办选前置业造势活动 民众党的候选人柯文哲 和副手吴欣盈有不少的年轻支持者 现场可见到许多在即学生 民众党学生呈现上线下供吸引 超过60万人 OK 民众党说有60万人 其实不是啦 我有看啦 如果你看中天频道哦 看这个选举 当然是侯康的比较多人看了 十多万 侯康的现场 其实真正没有理由少过民众党 那你说自政党哦 你注意看哦 他连灯都不敢开 群众的灯啊 没有开了 暗了 国民党亮了 随时 你看他 国民党用那两个 叫做 不是空拍机 是那种 升降的 那种在 足球赛的时候 他们 这些 升降机 升降的摄影机哦 他一直有拍群众 国民党 人是真的是满满的 新北市 而且是大家长 那个侯友宜的 他的市的地方嘛 他的地盘啊 那凯道民进那个 民众党是不错了 有创意啊 本来因为他太 他的总统府之前的那个场地 满了之后 警服楼后面哦 通常人家看不到的 看电视 他们这一次厉害 不只是看电视 还弄一个舞台 所以当 这个柯文哲 进场的时候 他先到那边 上那个舞台 跟大家 因为我没有注意看 他到底讲什么了 就是 会留在那边 跟大家见见面 谈谈话还是什么 然后再继续走到 主要的舞台了 这个就是说 一个演唱会 歌星出来 除了跟台下的人讲话 他也跟台上的人讲话 有时他也跟后面 有些演唱会 你懂有些那种 超级巨星的演唱会 那个唱歌的人 演唱的人在中间 对着前面的观众 后面也有卖票的 你只可以看他屁股 马戏团就是这样 每次 你记得吗 从前现在马戏团 你那种 后面的票比较差了 你只能看他的屁股 但是你甘愿嘛 对不对 但是他们偶尔也会 转过身来跟你打打招呼 就是这样 比较少 所以 民众党在这一个的 凯道的这个 舞台设计是成功的 好 我们讲好 而且我发现 民众党有一个聪明的地方 和国民党以后 真的选举 还有大把选举 要学 他那个小草很厉害 小草的意思在裂缝中 只要 就是坚 坚强的会 做壮成长 小草 那个logo 一个草的logo 很有意思 年轻人喜欢的 每个人带在 哇 那个拿来筹款 也是 国民党少了这个 我是觉得很可惜 为什么侯友谊没有想一些 什么东西 比如 他卖猪肉 杀猪刀 不可以 刀不可以 一些logo 我有一个想一些logo 韩国瑜那时候的选举 没有那种 看得到的logo 有有有很多周边产品 就是他自己人 光头的一个 我也有几件T恤还在 但是韩国瑜那时候 有一种观念 我们来打选仗 一杯宽泉水 一支国旗 就是这样 给这个感觉 那侯友谊 他们有了 就是传统的中华民国的国旗 但是 民众党比较有创意 这方面他们真的有创意 你也不得不佩服那个陈清茂 他虽然背叛了 韩国 韩粉 但是他可以自己打 打出一片天下 也祝福他了 所以我跟你讲 我对这种人 对这些人啊 什么韩粉 韩粉 到头来 他粉都没有 韩也没有 张大哥还是支持韩国瑜 其实支持一个人要理智了 他好要继续支持 他不好 就不要支持咯 他支持谁 你支持谁 就是应该的嘛 那韩国瑜很清楚的 不懂了 因为那个陈清茂本身也不是 他是民进党出身的嘛 通常民进党出身哦 要直接成为国民党 是比较难 侯友宜 完全 不是政党出身的 他是公务体系出身 那时候 民进党要他参选 因为他还在公务 他还是 落力投入在他的警察生涯里面 所以他没有答应 不是说民进党对他不好 那时候 等他决定要的时候 他选择国民党 是因为他先去做市长 副市长 是因为朱立伦 邀请他做副市长 副市长不是选举的 是要他进来 他就从公务体系退下来 做朱立伦的副市长 然后因为有市政的观念 市政的经验 然后慢慢的进入选战 然后才加入 你做副市长 你当然要加入国民党 所以他就慢慢加入国民党 这很自然的 然后因为他也爱中华民国 他觉得国民党 比较 但是他不属于正兰 他是属于 如果你说侯友谊属于什么兰 他不是正兰 他也不是经济兰 因为他不是做生意的 他 他也不是知识兰 虽然他是博士 但是他的学问不是那种 非常专业 人家认为大律师 大医生 大医师 他们叫医师 我们叫医生 那侯友谊是属名兰吗 可以这样说 属名兰 因为他跟群众在一起的 或者他是一个务实兰的 你可以给很多称号 如果你说张大哥你是什么兰 我不是兰 什么兰 我是我爸的兰 因为我爸是兰 我是从小到大都跟兰在一起的 所以没有什么奇怪了 因为我们的网友很多是喜欢中国 我是喜欢台湾 他们喜欢毛泽东也好 他们喜欢周恩来也好 邓小平也好 我是喜欢 我也不怕说了 我对蒋介事 但是某一方面我还是喜欢他 喜欢一个人 不是 就是那种非常时期 你看到蒋介事的一些情操是非常不错的 连共产党都说他 因为他现在把他的日记 蒋介事的手版日记已经公开了 你发现蒋介事 在整场 整个国共抗对 国共对立的时候 他很生气 但是他 他没有骂 他没有一句恶言 在 里面 讲共产党的 换成是我 敌人都整天骂敌人的 他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在他的文章里面 批评 他打败了 他就怪自己 用人用错 政策错 因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 所以每天晚上几夫都认罪了 也是可怜 做一个军人 几夫晚上每天都要为自己的罪孽 认错 也是悲哀 而且他的脾气 从他退到台湾 从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跟共产党对抗 到退守台湾 建立 这个国民党的军 军力在台湾 能够助于 抵挡 中国到现在 到他 因为一 一场车祸 然后他就 身体不如了 后来他就去世了 其实他的 个人的脾气 根据他的副官讲 他的脾气是越来越好 而且他们讲他 虽然他嘴巴每天生气 就骂他的 这些跟班啊 这些下属 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去 反而是很多人背叛他 投向共产党 我跟你讲 真正的历史就是这样 当然从中国来讲 你投共吗 你是好了 你是伟大吗 你投向革命吗 你离开蒋匪吗 那是从 蒋介石来讲他是很痛苦的 因为共产党里面很多人也是他的学生 他当年是 起初是王补军校嘛 王补军校他是校长嘛 这些都是他学生 这些学生有些 后来变成共产党 有些变成国民党 你明白吗 所以他很 他也是他们的老师 所以他从来没有 他根据那个副官讲 讲介石 我现在想到什么我讲 反正今天是七七六 不介意我讲这些 你们也想听 不想听也要听 他骂人是有分等级的 如果他生气他就骂的比较 我忘了怎样了 我忘了怎样了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是生气他就骂那个人叉叉 如果生气多一点他就叉叉叉 比如这样讲 就是这样 不同的 听他骂的那个 的严重性 那些下面的人都知道 他今天心情真的不好到什么程度 但是那个副官讲 他从来骂了就算了 他没有记恨的 他现在可以骂你 明天当会议的时候 所以他常常在现场就骂这些将领 每个人已经骂到懂了 当场丢脸 当场生气 也不会生气 因为他根本没有 他不会对付你 他骂了他明天还是把你们 大家召集在一起 好好的商讨国事 所以讲介石有伟大的地方 如果讲介石不伟大 台湾 退守到台湾 台湾 还能够保得住吗 我们先讲公道话 当然更伟大了 更伟大 就是继承人 蒋经国就是 真的厉害了 他愿意把他父亲的那种威权 完全的 完完全全的交下来了 甚至交给李登辉 等会 等会 没有等会 不是等会 他是说等会 我不一定要给你 李登辉说 你听等会了 就是我了 我是副总统 总统死了 被位的 李登辉是被位 OK 好了 为了节目效果 我们就看看 刚才讲的 民众党的 肇事晚会有60万人 不可能 他是说 线上线下 那你可以这样算 我都讲了 他喊线下有25万人 线上有35万人 就60万人 那你可以 因为 线下的25万人里面 都是年轻人 几乎都有一个手机 绳子两个手机 可能也就 因为太远 看不到阿伯嘛 他们的偶像 一定是开手机看嘛 你明白吗 现场嘛 一定开手机看的 那阿伯是没有办法 就让媒体要不要播嘛 TVBS全部播啊 中天也是全部播好像 中天频道很公正啊 三个政党的活动都有播 我就不懂 那些青绿人 三立啊 那些有没有播 那那个 ETV好像都有播 几幅都有播啦 所以 60万人是夸张了 不过全部年轻人 是真的 问题是 整个选举的人 选民啊 从 地方不要讲 不要讲地方 当然 南方 台中 台南 柯文哲的力量 更微不足道 他的力量 主要是集中在台北 因为他过去是台北市长 新北 因为年轻人都是 因为台湾的年轻人 打拼的 做工的 都是在 北部嘛 所以会去听 柯文哲讲那些 无厘头的啦 我们这种人 听他讲话是无厘头的 我是听不尽的啦 我对柯文哲这个人 也是打折扣 我个人啊 没有影响啊 我是新加坡人 我没有影响选情 我没有影响投票 真的真的 我这一段 这段可能 我要播也是可能 迟一点播 没有啦我会播啦 不会影响的啦 影响什么 我放这些 我的Satellite在这边嘛 他们也不可以公告我嘛 怎么可以公告我 没办法公告我 自己吓自己 没有被新加坡的政府 请去临国币 被台湾的政府打电话 来请你去台湾临国币啊 所以我 我说 柯文哲的场 我注意看 我注意看 我刚才有看 当然我不可能有耐心 看他三个小时 我 forward forward fast forward 都是年轻人的 什么 什么 什么问题吗 很多年轻人喔 我跟你讲 有些小过18岁 就没有投票了 有些年轻人不去投票 也不去管了嘛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做那个 有没有收到那个通知单 还是一回事 因为你 你要去 表明你的身份 通知单 才会来嘛 叫上我们的选民手册 必须要update嘛 所以你没有去投票 你必须要update 你的选民手册 告诉 选举委员会 说你为什么选举没有来 政府会给一段时间 对不对 现在好像可以线上update了 线上然后你告诉一个 可能甚至都不用给MC 通常人家说 如果你出国passport 或者你MC 可能都不必 只要你要去表态说 我没有来是因为什么事情 我知道新加坡是 就是这样啦 你可以恢复你的选民身份 台湾大致上也是这样 你要你要去承报 你这个选民身份 你才会收到通知单 许弟兄有给我看那个通知单 但是 因为有他的名字 我就不方便给大家看 但是给大家 给大家这样闪一闪就可以 这个台湾的选举的 他们会收到 很有意思的 觉得 他跟我讲 他说 投完票了 借下来听天由命 他会收到 他收到这个 许弟兄就收到这样 为什么他收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 国民党的候选人 整张票是长长的 两个两个两个 他们刚好是 因为只有三组人 一号 二号 三号嘛 所以上面那个就是 应该 二号 二号是 那个 赖清德跟萧美琴 一号就是柯文哲 跟那个吴 吴什么 吴银 吴银 Johnny我哥 Johnny我哥雷利 我觉得很搞笑 其实不错啦 他也吸引年轻人 所以你不要讲 柯文哲 找这个副手 年轻人喜欢 没有办法 所以 他们会拿到这个通知 他然后去那边 所以有人 就讲说你选举要公平 你这些 拿到表格 确定 endorse了之后 投了之后 你要讲你 发了多少票 发了多少通知 多少人来 所以不懂 现在许弟兄告诉我 他已经投票了 OK 我等一下弄好 我就拨了 可能大概 现在十点了 可能十一十二点 十一十二点 我就拨了 所以 好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也是很好 整个的声音 告诉我们这个选举的过程 我是觉得可以听 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 进入决战黄金七十二小时阶段 蓝绿白三大阵营火力全开 线上线下宣传造势 力求在最后一分钟 获得更多选票 三位候选人 线下针锋相对时 还保留余地 留点颜面 跟你讲 不知道你的幕僚有没有跟你讲 诶 糟糕 等一下 我们看到 余活要站就站了 余活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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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活要站就站了 哎呀 余活要站就站了 好 他说 OK 我念一下 选举 选战就是文宣战 没有没有 三个候选人 线上线下 针锋相对或许还保留余地 留点颜面 但在 线上的广告却是不手软 猛烈进攻 一边打温清白 一边平纪对手 人设 就是这样的 批评你的人 什么赖皮公僚 什么包租公 什么 什么都有 然后 选举的时候 刚才柯文哲讲 赖信者讲错话 这个是他 这一次选举如果败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 他潜意识中 露出那种台独的思想 也让美国很怕 因为他说中华民国是灾难 中华民国是神话 然后他又解析 不是我是说中国 中华民国的宪法是灾难 中华民国灾难跟中华民国宪法灾难都一样的 你明白吗 而且他们 他们 他们不讲中华民国 有没有觉得这个中华民国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专有名词吗 中华民国 但是 国民党 中 中华 那个共产党也没有不喜欢称中华民国 他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们的国家吗 中国 他们是讲中国 国民党 是不反中 但是抗 抗共 反共 不反中 所以他们是讲中华民国 那你中华民国的总统如果是 绿营 民进党 当担任了那个蔡英文他就有创意了 他就说中华民国台湾总统 你明白吗 他就是把中华民国 压下来一点 然后 突出台湾 但是他不可以说台湾国 他一讲台湾国就是独立了 就是台独了 中国就要打了 中国是没办法的 这一点 你不承认我我就打你 你不认我这个哥哥我就打你 哎呀 OK 所以 我当时就是 所以我 我再播看看 再来啊 外贼和 南西尔 又无几栋 有 有音乐 有音乐我不要播 不可以 总之我再念下去了 对不起 有音乐不可以播 突然我的影片 就 所以 就是 争取最后 一票了 然后今天早上投票 然后柯文哲一早就去投票 他说他前面 晚上睡得还好 就是我们的报导 大概还有一些 我就找给大家 那些 我就找给大家 哎呦 跑到里去 我觉得 我 我觉得我们的原论 我们的 新闻 台湾新闻是属于中国这边 有点统一感 为什么 为什么民进党 没有来 没有人来 抗议啊 我读这篇了 读这篇了 台湾大选 选前之夜 蓝绿白 肇事大平常 OK 根据那些观察家 名嘴 主播 看了这三场肇事 他们认为 其实我不认为 他们认为三个党的 今天是三党都不过半 而且相当接近 三党不过半 相当接近 对民进党不利了 因为看了他们认为 民进党的票 很多被 科批 拉走了 所以科批的票 很多年轻人是属于 民进党的 不是属于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只要 好好地把 人民叫出来 或者改变一些潜力 或者一些年轻人 有一点点 可能就会赢了 就是三党都不过半 就是三党 都没有人超过33 就是说都很靠近了 只要那个超过33 34 35 那个就赢了 只要有一个34 35 还是怎样 就是三党 很靠近 输赢1 1% 2% 那根据他们讲 1000多万票的选民 每1%等于10多万 每1%等于10多万 是吧 对 15万 1%15万 是啦 10%就150万 100%就1500万 他1000多万票 每1%就10多万的选票 所以相差赢 三个 可能最厉害那个赢第二个 赢第三 赢第二个可能只赢 1%2%3%呢 误差范围内 那是很恐怖的 实际上啊 今晚的选举的成绩 会吓到人的 我是先总统 立委我很肯定 我个人认为很肯定 应该会超过 民进党 国民党的立委会 胜选多了 所以 然后 选前职业每个都喊自己很多人 我个人 我个人 觉得是 国民党的场 比较 比较热络 但是激烈度没有像民进党 因为那边年轻人 我跟你讲喔 这个又要讲回来了 所以我有参加过这种 群众大会 我这没人 等于放牛 那些 一尊韩国瑜 总统 选前职业 我跟许弟兄是坐在 舞台的 就是 我们的右边 看到韩国瑜的主台 就是主要的 我们在旁边 为什么在旁边 因为那边啊 我跟许弟兄说好 你看啊 我们要走出去很容易 为什么呢 那边有厕所 十多二十间 只有十多二十间厕所 这种流动厕所 公布咧 如果你说二十万呢 你到底有多少厕所 所以我跟你讲 我不是讲他们可能 这些老人家都要 就要带 成年人的bampers 肚子痛怎么办 我真的不会啊 所以我跟你讲 有些东西喔 你真的会想的会怕的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跟张大姐讲 我们那种什么 新加坡有什么 哇 热闹啊 放烟花啊 什么起喔 考虑到有没有厕所咧 张大姐也是说 是喔 我们这种 为什么我们两个会考虑厕所 要体外话 我直接告诉你 把我的隐私告诉你们 我们两个都是没有胆的人 没有胆的人吃东西 好像小鸟这样 随时可能会上厕所 但是还好啦 我们两个人到现在 坦白讲 白天解决了 整个下午到晚上 应该都ok的啦 除非有些闹肚子啦 那还好 不是真的像鸟 鸟是现在吃多少 一个小时后就要放出来的 没有胆了嘛 割掉了嘛 两个都无胆人 题外话 OK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OK 活动结束后 助讲的台湾总统 蔡英文在社交媒体 发卡说 如果紧张就出门投票 焦虑就多拉一票 烦恼就再吹一票 他自己被认为是感受到民众党 超乎疫情的人潮造成的威胁 是要动员绿营支持者 出门投票 保证权 绿的担心 他的支持者不出来投票 因为绿的 选民很多对绿的政策 地方上失望 就不投票 所以不投票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我对我的政党失望 我不去投票 我也不去投别的党 所以蔡英文就要喊 她看到民众党的年轻人 但是实际上我都跟大家讲 那些年轻人 能不能够投票还是一回事 愿意不愿意回乡投票还是一回事 就算是投票 她只是 具陷在那个群众里面 不怕人的 真正是全国性 台南高雄 其实蔡英文这种喊话 是要喊南部的人 南部的 选民 对民进党很失望 根据国民党他们发现了 那国民党也有很多票 是应该自己要出来的 过去的选举 国民党不合作 所以很多国民党的人 也是 不合作就是不要出来投票 民进党是 过去是这样 在讨厌民进党 留眼内都出来投票 但是现在 经过了这四年了 民进党已经变成 有些选民已经是 完全 不会想出来投票了 这个是正常吗 我是觉得如果你讨厌 你不要投票是比 你明明知道不好 你还去投票 当然是 不要投票的那个 比较正常 那那个如果说 我不满 我投另外一边 就要看你不满什么了 投什么了 大概是情绪是这样的 那国民党也有讲 这一次的选举 听啊 如果你的投票率超过 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 越来越高也好 国民党的人 出来投票的会更多 表示国民党会更多人 意思说整个台湾的选民当中 很多国民党的 选民在过去的 几次总统选举 都没有出来 看破了 海外的也很少飞回来 这次也没有飞回来 我不知道了 应该有了 多不多就不知道了 所以其实每个政党都有基本盘硕 一定要出来 那我认为民众党 大家就不用紧张了 就算 OK 就算他的总统选的好 他的立委没有了 他也只有 挤去立委 他派的立委的 不多 那这边还要讲一句话 如果我错了 我看民众党的选举 没有蔡屁如 蔡屁如没有出来 因为他们介绍区立委的时候 一个一个出来讲一点话 我没有看到蔡屁如 然后当柯文哲在 主要的亚洲演讲的时候 也没有看到蔡屁如 所以我 我会不会大 我可以不可以大胆的预测 蔡屁如 如果中选 会不会改变 他会中选他会怎样 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他不中选 因为他赢的机会 也不是说很大 有机会 如果不中选 他可能会投向 他会投向 盧秀燕 因为盧秀燕 会重用他吗 肯定会的 另外一个 陈友宜 女的 女性 年轻的 韩国瑜有帮他 补选 因为民众党可以合作 但是我看他 一分钟演讲里面 不敢提蓝的 就是提 支持克批 没有什么了 那个中选的机会 渺茫的 不会太年轻了 应该他那一区 排不到他了 所以为什么 蔡毕如没有出现 是不是他自己 司底下已经跟 柯文哲有点分裂 所以他们也客气 他说有些 有些 有些 候选人在别的地方 没有办法赶来 太远了 什么什么 就也希望大家 但是你没有提 你应该提 他不在你要提名字 奇怪 不在可以不用提名字的 你明白我了 蔡毕如 谢谢蔡毕如 谢谢蔡毕如 或者做一个视频 哈喽 大家好 没有 所以这个是里面有一点 猫腻了 有点变数了 接下来都有的看 然后 我们的 里面有讲到郭台铭的事 就是 根据这边新闻 我们的新闻报 这个台 台海集市 这个报说 郭台铭动向不明 周梦荣 转述 郭不会支持 柯文哲 但是我无论觉得 我无论如何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没睡了 他这 这一生中 应该是 哎呀 讲话讲到打劫 他这一生中应该是 不必在政坛上困了 因为一个议长这么支持他 如果他有犯错 他第一件事情 他儿子先跑 然后他跑 现在听说他在泰国 他让他的网民都失望了 支持他的人都失望了 因为你害怕到 没有道理了 你人 你人不可以在台湾 你不可以做一个视频吗 对不对 你要做一个视频anytime whatsapp什么都可以 send下去 like都可以 你不可以表态 你不可以自己写一些字吗 你看他 他现在是人家转述 根据这个 县长 屏中县长周典论 他被 被 激压嘛 做会选嘛 说 但是 他们说 是他自己出钱嘛 跟郭台铭没关系啦 这些 他的女儿周梦龙就说 发脸书说 原本要参加总统选举 但后来 退选的 郭台铭去年11月25号 打电话告诉他 为了守护中华民国 政党轮替 他不会也不能支持 柯文哲 因为支持柯文哲 就是保送赖清德 更是葬送中华民国 我讲句公道话 如果你有看影片 像我这样有注意到 当周典论 支持 侯友谊的那一场屏东的 造势会的时候 周典论是说 他跟郭台铭说 一定要支持一个 能够下架民进党 倒不是郭台铭跟他说 但是现在女儿是说 郭台铭跟他说 为了守护中华民国 政党轮替 他不会也不能支持柯文哲 是不是柯文 是不是郭台铭主 主动的议事 不一定 因为我当时 我的耳朵明明听到 是周典论 支持侯友谊的时候 他说 他有跟郭台铭讲 不可以了 一定要支持 一定要支持一个 能够下架 民进党的 所以应该是要支持侯柯沛 现在女儿是倒过来了 不anyway 当时 周典论在屏风的 那个肇事网会说 郭台铭是同意的 意思是说 他也听郭台铭的话 他也给郭台铭意见 因为周典论肯定 他跟郭台铭是 他全力支持他了 从头到尾 但是人家讲 这个还是去年 那个还是1月11号的 那个是去年11月25号的事 现在就是昨天 1月12号 郭台铭自己没有任何的表述 然后他的台办也推翻所有的 说郭台铭没有讲什么 什么都没有讲 所以其实大家也是消费郭台铭 包括民众党也是 他的那个青年团 什么老辅团 那个团长说 郭台铭是支持科匹的 然后这边 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 中常委 议长的女儿 周典论的女儿 周梦荣 就说 去年11月25号的时候 他们已经达到一个共识 郭台铭会支持 只是当时有没有安排回来新加坡 回来不是新加坡 回来台湾 补选 大家都期待他 本来元旦一月一日的元旦 希望他出现也没出现 然后选前之夜 国民党有些人还有一种幻想 说会不会郭台铭走出来 而且我发现不但郭台铭没有走出来 连侯友宜的老婆都没有走出来 但是我觉得不走出来是对 反正多他少他 就好像马英九没有出现也是对 因为一句话 你不要在最后的一天里面 因为马英九那一句话 习近平什么 他一出现的话 人家对手就可以炒作了 所以侯友宜的老婆不要出现是好事 你懂为什么吗 其他两个老婆都出现 赖金德有出现老婆 静静这样 也不是很热络 然后那个陈佩奇你们懂 是谁 柯文哲的老婆 是一路支持他还帮他补选的 其实两个老婆都 只有陈佩奇比较积极 侯友宜连出现都不要出现 我知道为什么不要出现 从来没有出现过 出现过的 反应是怎样你不懂 因为听说 因为他们都是开玩笑 说他很怕老婆 怕老婆是好丈夫 在台湾人 他怕老婆 侯友宜 他也是每次没有回来 他老婆一接电话 他是上海婆 他老婆上海人 你去哪里 为什么没有回来 我在忙 我在跟 赵少康在谈话 所以怕老婆的人 所以他不出现好 因为他是被人贴标枪 这个上海婆 这个中国的同路人 这个间谍 老婆是间谍 你明白吗 最后一个晚上 不要为了这种事情 等一下整个东西又翻盘了 整个选举 最怕就是两亿子 他那时候陈水扁 那种事情发生 台湾可以这样的 新加坡有冷静期 其实台湾应该学了 我们有冷静期 冷静一天 很累了 你冷静了 今天才来去投票 明天才投票 今天是冷静日 所以他没有出现 上海婆没有出现 因为你真的 你知道他的老婆 有这种上海 散字很大了 一讲到这种上海婆 我就想到 题外话了 香港片 记得吗 从前南北一家亲 一个是上海人 讲华语的 不懂谁演的 一个是神殿侠 神殿侠是演 广东的 还是上海的 广东的 上海的不懂是谁演的 那个演广东的 演上海婆的 那个声音 那个嗓 嗓子很大的 所以也不适合了 等一下讲错话 讲错一句话完蛋了 好友也完蛋了 所以 所以 现在没有出现 这个是题外话 Anyway 现在周典论是很可怜的 跟他女儿 又被 涉嫌 总统期间 涉嫌行贿 三个月底被受压 其实 行贿是 说他给钱给三个人 那三个人 指挣他 不多了 200块 好像只有三张 三个 一个200块就够了 200块不是新加坡内 台币 新加坡钱 100块 4块多 8块钱 就说 我给你8块 你拿年数表格 你贴了 给我 我给你8块 这种 这种汇选是 chip chip这样的 然后很可怜 然后他的女儿 这个议长女儿 很生气了 他说 检教 他 被月谈 星期五先生 台北车站 耿燕说 周典论上午再度 被法院 借题 至于这是司法恐吓 又质问 检刀单位 三个月 翻墙进入他家师傅 是正常的 司法程序 检教目前调查 和郭台铭有关的行贿 年数案20件 郭台铭必居海外 国民党和民众党都想争取 郭台铭支持者的选票 政坛多知道周梦荣是 郭台铭的干女儿 所以周梦荣转述 11月24号登记正副总统结束后 郭台铭说 曾请幕僚传大 柯文哲幕僚 柯文哲若要找他 先南下找周典论 若周愿意见柯 郭台考虑是否要见柯 可见那是军阅的那个鸿门念 郭台铭生气的是 是 对不起他的是柯文哲 我个人是这样的解读 但是他也不喜欢侯友仪 他更不喜欢朱立伦 然后郭台铭的办公室说 那个宣明志冒名伪造公开信 考虑选后 采取法律行动 应该没有用 因为宣明志是另外一个 挺郭台铭挺到很 甚至每次都 人家都看到郭台铭在 宣明志就在 跟他真的好像好朋友 但是他在最近说 他放一张信是 他冒郭台铭的名誉 说支持侯康佩 我是觉得 他们也是觉得 为什么要做这种蠢事 那侯伴说 郭伴 郭台铭的办公室说要输他 但是听说郭台铭办公室 也找不到郭台铭 对不起我开玩笑 不知道有缺乏没什么 他丢很多钱 单单年署也要丢钱 为什么每个年署站 每个年署站 就是你要请人家去做 填那个表格 那个年署站 那个地方要租的 要请人做 要有纪念品 水 什么 花很多钱 广告 打广告 广告很可怕的 好像赵少康讲 他被 被请去那个 贺隆夜夜秀 那种年轻人喜欢看的 那个Toco Show 他们本来跟他谈 要跟他拿 300万 100万 大概是 100万 100万4万 大概要跟他拿 12万 就是他就出场 结果赵少康讲 我不要 结果赫隆免费 访问他了 跟他搞笑了 替他拉票 但是你发现他拉票 后来他做的几个节目 其实都是 对国民党不利 所以这个贺隆夜夜秀的政治立场 也是有限的 哎呀 没办法 他也会被打压吧 对不对 因为想不到 那个赵少康的表现这么好 谁会想到 70多岁 让年轻人喜欢 所以如果赵少康这样的表现 对我也有一种奖励了 如果将来 我要走Toco Show的话 能不能够吸引 我们新加坡年轻人 不可能 因为我们的年轻人 不讲华语的问题是 我在搞笑 只有一些讲华语的年轻人 可能会注意我 很少了 这个是我自己自知自明了 所以我就 我其实在同温层里面做我的 争论 社会议题 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到 我们的长辈 大家一起 无聊的退休生活 我爱讲 你们爱听 我们就可以干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 我就跟大家讲这一个 其实我讲话是有点啰嗦 还有什么要讲的 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 新闻真的要报导 我还是回到 回到我的中天 我看 很累 看到新加坡的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因为还是要看台湾人 报导台湾新闻 对不对 我这样讲没有错啊 我不是 我不是讲中天不好啊 不是讲 早报 八频道不好啊 先讲 这不是你们的嘛 我看看有什么 特别新闻 对大选 张鱼哥 天狱里 2020准 2022省准 一颗文哲 跌破眼镜 遭逆转 台北市 40区的天狱里的投票 结果多次都是跟 历年选举 结果相近 被誉为 预测大选的 章鱼哥 你懂啊 他们大选 很多国家 有些是用鱼啊 那个章鱼 把那个候选人的票放在那边 那个章鱼 只要拿到哪一张票 就说 这个是赢的 或者是 别的方法啦 章鱼啦 有一种是 那个鱼 他三个洞 他进去哪一个洞 就是表示 是哪一个候选人赢了 就是这样 他说 他被预测为 大选 这个章鱼哥 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中 开票结果 和蒋万安的胜选 得票率差不多一个百分点 不过2018年也成事准 究竟这是大选 能否精准 预测很快就能知晓 他说 蔡英文在2020年大选 在天狱里得票55.3亿巴仙 赢过韩国瑜 最终 也是以57.13 胜选 55 跟57 差2巴仙是很准的 所以 章鱼哥成功预测 这个章鱼哥的 这个章鱼哥的 这个章鱼哥的那个 他们有 他们 他们放那个 章鱼 在那个 40 天狱里的投票 根据天狱里 他大概2000多票 但是他2000多票是 差不多等于整个 台湾政党的一种 分布 一个分布 所以 每次 他那2000多个人 选出来的 谁赢啊 整个台湾 他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很紧张 可以预测总统选举 就是总统票方面 不是他章鱼里的那个票 是总统票 所以 看哦 看准不准 他说由于天狱里居民是不同派别支持者 比较均衡 就是我刚才不懂 不会表达了 所以 票选结果可以说是小台北 近年来多次大选的开票结果 都和最终相近 以2020年总统大选 蔡英文当时 天狱里得到55.3亿 韩国瑜40.74 最终 蔡英文全国得票率是57 55 57 韩国瑜却是38 40变38 所以数据是相当准的 但是 台北市长 蒋万安在天狱里得票是41.73 在北市最终得到42.29 也是 也是很准哦 很准 不过2018年市长选举 柯文哲 在天狱里得票率39.9亿 输给对手 丁守中42.06 不过最终以41.06 对39.91 逆转 罕见是准 其实不是是准 他没有不准 是柯文哲在那次的选举 有不公平的地方 不是柯文哲了 选举会故意要让柯文哲进了 他们说民进党 还在 那个 民进党的那个候选人 还在排队的时候说 我退选了 所以就传了 哎 他退选了 民进党的候选人退选 我们支持 我们支持这个 五党级的柯文哲 结果五党级的柯文哲 第二次台北 2018年 就赢了 其实是不对的了 哎呀 不知道了 OK 所以 选情非常紧绷 北检 48个检察官 待命 防止有任何的objection 应该 检察官就是 48位的 他说 今年 台北警署 可能因为 只是台北了 动员一般的 侦察人力 进驻双北 10个警察分区 并安排24名 检察官在 地检署待命 准备处理群众 承抗的事件 这也是可以防止 做票了 就是 警官跟检察官都在 地方 待命 随时会去检查 北检 目前有90多名 侦察 检察官 在大选 动用48名 一半以上 待命 就是 随时可以去 任何不法的事情 随时可以去 所以他们 在12日 选前置业 在北市 凯道大市 那边也是派 两名主任 检察官进驻 中正分局 所以 都是 为了担心 担心 汇选 而且 这些 投票跟 计票是同一个地方的那些 选票站 投票站 投票站 都要自己自备 自备有不断电的系统 怕断电影响 人家就以为说 OK啦 所以 事实上 就是 其他的就是 昨天选举 大家骂来骂去的 都没有什么好讲 我看 即时新闻有什么 有什么东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 讲到火烧的事 OK 选举的没有什么 新鲜事 今天 记者就会到处 看谁去投票 这些 要过了下午三点 就很紧张了 就会开始有分析了 这种发片新闻 讲完当投票 太太没有跟谁 也被人家炒作 她说等我换班回家 顾三位宝贝 三个孩子 等我换班 我投了 我回去 我takeover 看我的孩子 我的太太才可以去投票 是啊 孩子不能够带进投票站了 那为什么不能够带去外面 带着三个 一个投了出来 两个人还是可以去 可能他不要孩子露面 台湾人很小心 所以大家都感觉心情很好 天气很好 讲完是未来的政治明星 所以他如果有政治的企图 或者是挑战的 以后将来 就是他 除了新北市做得好 已经 已经验证了 尤其是那个大巨蛋 接下来如果他做得更好 他要常常跑 高雄跟台南 我个人觉得 如果高雄台南 会翻天的话 多几个 立委的话 那国民党的 这个 势力也会 在台南 开始可以生根发芽 不然 本来都很难的 我也坦白讲 我去高雄这么多年 哎呀 我对台北其实 我慢慢回想是有意见 反而侯友宜新北 整个新北这么大 你们看那个地图 真的做得不错 我跑去北投 跑去 那个 渔人码头 北投 不错 温泉区那边 你知道一个市政做得好不好 很简单的 就像新加坡这样 你看到什么 看到那些路蹄 路的蹄 花草树木 龙缸 龙沟 全部铺得好好 马路 波游路 所有的交通灯 路牌 知道吗 这些小东西你注意看 你知道这个国家 是不是有好的政府 就是地方上 建设也没有做咯 你去高雄你真的会摇头 我坦白讲 台南我到现在 没有去咧 没有打算去台南 没办法了 台湾太好的地方太多了 当然台湾吃很 台南吃很好 不过台南你看 连捷运都不发达 奇怪 高雄还有一点 台中好地方 但是捷运不发达 那火车 台铁的火车是OK 高雄其实台中也不错 当然 新北台北还是 一般上我们新加坡人 比较喜欢去的地方 就是这样 所以好了 我今天就跟大家 弄了这个影片 我就播出来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琢磨 好好看我的影片 看了我的影片 晚上再看成绩揭晓 就差不多了 拜拜